如果邀請學律來我們學要唱歌 所以大家要來捧場一下 預計下學期 我一定會做邀請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看到同事稍微有消息的話 要記得來 不要說好好好 到下學期也沒有 結果只有兩個人 我跟他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你要真的注意 然後要來 要來 不要說好 好 好 他有問圖人頭寫吧 這是算是我們圖人樂團 很經典的一個表演 就每年會辦的一個派對這樣 今年有辦 不過暑假那個是午夜天他們辦的 然後 但是圖人要辦的是 11月27號這樣 一場 在台北 在那個期 晚上8點 如果有空的話 當然 辦這個圖人頭寫吧 其實 其實我心裡很 可能大家 因為沒有參加過圖人頭寫吧 所以還不知道那個聖狂是怎麼樣 當然 我第一年辦的時候其實還還蠻辛苦的 因為我一直要 我的團員認同這件事情 就是我辦一個主題趴 人家 這有什麼制服趴 比基尼趴 我不知道 還有類似這些 我們可以辦什麼趴 那時候 因為我 我常常回去部落 大概 就是每個一兩個月就會回去自己家 就部落這樣 那我覺得拖鞋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一個 服飾的配件 就小朋友 都都穿頭鞋 在部落裡面 跳街舞都在穿頭鞋 還是穿板鞋 我覺得這個很跟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這樣 很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辦一個派對 是跟我們 很有關係的 就是拖鞋趴這樣 然後 就第一年去說服我自己的團員 那又怕大家不會來參加這個派對 因為拖鞋趴對台北都市的人 會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你要穿頭鞋 去POP裡面 搞不好踩到腳指甲破掉 什麼 而且穿頭鞋 人沒有洗腳會很臭 之類 就大家可能 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派對 但我們就會去用一些方法 然後就 我很想要送送贈品 就是前一百名 然後一千五十名 有個小禮物 可是我們的團員 就不想出錢 我說好嗎 不要出錢 那我們自己做嘛 可是因為我很會做手工衣 就是我在波羅裡面做本編組編的 我後來還跑去花了半年學刺繡 然後去野術民的舞蹈團 學做衣服 因為我覺得那個 一些野術民的傳統記憶會 在年輕年上 身上會被流失掉 然後我自己想 自己先練習做 但我的參與也不是啊 然後我想說最簡單的 不用花錢 去台東有沒有 撿鵝卵石 然後 不用畫的 這樣 畫石頭 這樣 這樣不用錢吧 你們只要畫畫就好了 那 查瑪根是很有繪畫天分 那 阿欣跟阿威一直在抓頭髮 阿威說 不知道怎麼知道怎麼畫這樣子 然後 大家還是很花了很多時間啊 就畫石頭 有沒有看到樂團在畫石頭 你要幹嘛 你不是練團嗎 沒有啊 我們在畫石頭 我們要辦派對 要樂團 這樣 第一年辦的時候 第二年就是 就會 開始 我也想要拉的跟部落有關係 所以第二年辦 突然突然就辦的比較慎重 就是 呃 總共七場 每一場都有主題 然後 而且 手販售的 所謂的 商品的錢 全部捐給部落這樣 但是我們有三個部落 然後 又出一三 錢就變少了 這樣 這樣還是辦得很好玩 第三年 第四年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像是 呃 第三年要準備發片 啊 第四年就是去年的時候 這樣 一直到今年 因為 其實你也知道 看影片 就知道 圖人樂團 其實 很蠻人性化的 很像周遭年會發生的故事這樣 然後 對我來講 這次要回去拖鞋巴 其實 心情有一點點緊張 然後 當然 又覺得好像很久沒跟 這群好朋友 一起 練團 好了 所以 今年的頭鞋巴 算是很特別 因為整 我將近快 半年沒有跟其他團員一起演出 那 就是 那我的鼓手也是被 大唱片公司挖腳 所以他出來演出也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是不一樣的兩個公司 要跟兩個公司談 然後 還要跟其他 不在台北的團員 像阿威亞 阿欣有時候在台東 這樣子 我們要聯繫 把我們對 我們幫我們五個人再找回來 其實 中間的溝通過程還蠻長的 然後不過 今年阿欣很努力 然後 把這樣的事情 溝通的很好 然後 確定今年11月27號 圖仁大附和 然後辦拖鞋巴在台北 我還久沒有唱圖仁的歌啊 我怕我會忘記歌詞 到時候還要再練團一下 但我這幾年 比較多的時間就是 因為圖仁其實第一年 第一年唱片是2006年發的 發完之後 其實 我們也沒有想像中 就是說 我們覺得我們發唱片 那原證明的想法 很單純 我們一直以為 我們發完唱片之後 我們就會爆火 然後 我覺得我們會像 什麼 不吃鞋 那種 要吃 潑火 還是輕鬆玩 有很漂亮的MV一樣 然後 電視上 播一直播一直 想要轉台都轉不掉 我們那時候 剛發電 我們有這樣的想像 那事實上 整個唱片圈 其實 經歷了2002年的 MP3時期 大產品公司都到了 然後 沒有 沒有產品公司願意 投資新的藝人 我們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進入唱片圈 然後 當然 也是 就是說 那時候還以為會很 很怎麼樣 其實沒有 其實大家其實有一點 所以 心理上是有一點落差的 那可是 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回去部落裡面 比較踏實 所以從 2006.09 而且還在部落裡面 帶 部落的青少女 就是過高中生 我這幾會 每年約定 告訴自己說 我一定要 捐多少錢出來 就是 那我的錢都是從 我自己辦演唱會的收入 捐出來 所以第二年 拖著拖鞋趴 我就說服我的團員說 我們把我賣的東西捐出來好不好 那其實大家其實都也知道 經濟公司的解釋之後 我覺得不會賺錢 所以 其實大家都已經沒有什麼生活費了 拿到錢要這樣出來 我覺得很為難大家 所以第三年我就自己出來唱 自己出來表演 自己出來 就是到各個城市表演 然後把演唱會的收入捐出來 每年的七夜這樣子 我大概一年會接二十萬 我不是很有權的人 但是 我就是要瞎做這件事情 然後回去部落 因為我覺得 我們部落百分之八十都是 隔代教養的小朋友 還有一些是擔心家庭 我自己本身也是 然後我覺得很同情 因為 我這一屆 可以考上高中的演出名 只有兩個 然後一男一女 我覺得沒有 沒有一個 大哥哥在帶我 我可能這輩子不會讀書 然後又不可能踏上 現在的這個工作的行業 然後我算是 我們部落第三個大學生 對 沒有什麼 現在大學生比較多 因為現在比較容易上高中 比較上大學 所以我很珍惜 我現在擁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決定要這樣做 但也因為在部落 累積很多 演唱的事情 然後 後來把那些歌 就變成 我今年發了這張專輯 然後我一樣 每年暑假都跟 部落的青少林 他們會把我當偶像 他們以為 因為我得過金馬獎 你們知道嗎 2008年 我打敗 茂伯田中千 會拿金馬獎 最佳新聞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你們可以上網搜尋 因為這個本來我要不要講 已經講走了 那部片也在我們學校放過 叫跳格子 有啊 好不用太訝異 過去試了啦 你現在上網打金馬獎 對他新人 Enter會找到 應該找到趙又婷之類的嗎 不會找到我 但對我來講 這個光環只是讓 讓部落小朋友 對我 我也產生一種聚焦的功能 那實際上我沒有獲得太多的 我覺得在工作上 我必須還是從做音樂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比較踏實 然後因為這樣聚焦的功能 就慢慢的小朋友 就慢慢就願意更折磨 那我就去做很多傳統工藝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本身會的 會教他們 我不會的 我就去問老人家 然後 當然除了這張專輯是 我覺得是 我自己給我自己的一個禮物 那我也是 把我自己所學到的一些 原生命的母語 包括自己的創作 變成一個成品 跟很多人分享 這是我的想法 好 要不要回答大家的問題 講那麼多 好